大家好,我们来聊一聊哈登在之前的发布会上谈到的他对于前东家火箭队的感情 哈登在今日进行了他加入蓝网之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面对媒体的镜头,这个大胡子也是公开谈到了 他对于火箭队的一些感激,对于休斯敦这座城市的感激 他感激火箭队,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 并且在八年的时间里让他成为了这个联盟的MVP和最好的超级巨星之一 可是更加引人关注的则是哈登在结尾的时候 送给火箭所有球迷和火箭这支球队的一段话 他说自己已经在过去的八年里为火箭付出了一切 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他为了帮助这支球队成功已经尽力了 但他却没有带给这座城市荣耀,他对此感觉到很愧疚 哈登承认他欠火箭的,也是欠火箭球迷的 并且承诺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休斯敦继续前进,马拉松仍在继续 这是哈登给出的表态 而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一段话瞬间引爆了全美的关心和讨论 哈登这几乎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非常非常清晰的退路 他在未来最有可能模仿的就是扎姆斯的决定2系列 直接回到火箭队,重新带领这支球队 并且兑现自己的承诺,为修成夺冠 这样一来他退役球衣也就板上钉钉了 虽然说哈登在中国的球迷很多 但是在美国方面不得不说 哈登的影响力跟那些超级巨星确实不在一个档次 甚至于对比哈登在联盟里的数据和他的地位 他的球迷实在是有些太少了 支持者也是太少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哈登说百分之百能在火箭退役球衣也未必 毕竟火箭这支球队之前也确实干过 把自己的功勋球员送走的经历 而且在火箭退役球衣的门槛也并没有想象中这么低 毕竟这也是属于第四大城市 而且火箭退录史上也是拿到过总冠军的 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球衣退役 哈登最好的选择就是未来继续回归火箭 并且兑现承诺 为这支球队带来冠军就像詹姆斯为骑士做过的一样 而且有詹黄在前面给他树立了一个模板 可以说哈登未来回到火箭的可能性巨大 至少有这么三点理由 第一点就是哈登本人的合同根本就没有多长 他现在去篮网就和当初杜兰特去勇士一样 说白了就是一个雇佣军的形式 篮网的老大目前来看永远都是杜兰特 哈登肯定是去打副手的 是当二当家的 不可能说成为这支球队的绝对领袖 KD当初在勇士打得再好 老大也是库里 哈登现在也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在篮网队 目前合同还剩下三年的情况下 哈登能够拿到两座总冠军的话 那么他最后一年就有冲突的理由跳出合同了 加上本赛季 哈登将会在篮网效力三个赛季 可是到2022年的时候 那年夏天他就可以选择提前跳出合同 结束自己的篮网生涯 如果在此期间他给球队留下了两个冠军 这也将会是球队历史上仅有的两座总冠军 哈登就可以说完全对得起篮网了 付出了那么多 给你带来了冠军 那么我走 你也没有理由说什么 到时候哈登就可以提前跳出合同 回到火箭了 本赛季是2020-2021赛季 哈登如果带队夺冠 2021-22赛季 再帮助球队夺冠的话 那么那一年 他可以回到火箭 同时还有第二大重点就是 届时杜兰特的合同将会和哈登一起到齐 两个人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全新的下架 未必非得是篮网 毕竟篮网的未来已经完全没有了 他们的选秀权都给到了火箭 那么去一个更有前途的火箭 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很明显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看火箭很有可能 续约哈登的老朋友塔克 到时候哈登能回归 能够再继续和塔克一起打球 相信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并且届时甚至连威少的合同 都有提前到齐的可能 威少也有可能回来 重现雷霆三少联手的佳化 而且到时候火箭队是有大量资产的 这就是哈登可能回到火箭的第三大习讯 当初詹黄离开骑士之后 骑士火速百烂四年 手上拥有欧文 威金斯的大量的状元秀 这也为詹姆斯后续决定二回到骑士 进行大交易埋下了伏笔 他立刻卖掉了威金斯 换来乐福 再加上选中的欧文 组成了三巨头 而明年是NBA历史上空前的选秀大年 包括坎宁安等人 都是火箭队非常有可能拿下的球员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到时候火箭本赛季摆烂成功 拿到前四顺围 选中一个超级天才新秀 下个赛季继续摆烂 积攒足够的潜力和选秀权的话 哈登回归 甚至有可能带来杜兰特 再加上到时候伍德的合同 仍然还没有到期 以及火箭这两年里 积攒的超级天才新秀和选秀权 火箭可以用来交易 甚至可以组成三巨头四巨头 重新开启争冠之路 所以说哈登 所以说哈登这次的表态 绝对是给自己留下了退路 这都是詹姆斯教他的 到底应该如何做 才能够获得这些 曾经的主队的原料 如果哈登真的是这么做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成为火箭队史 除了奥拉之旺之外 最伟大的超级巨星了 现在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以哈登的性格来说 如果能够回到火箭的话 也是一个更好的决定 毕竟哈登在火箭有大量的资产 他在休斯敦甚至都已经有 自己的酒店和饭店了 他未来的生活 很可能就要留在休斯敦了 那么这样看的话 哈登在两年之后 学詹姆斯做出一个决定系列 重新回到修程 带着火箭夺冠 可能性剧增 感谢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